预备良善的灯油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耶稣讲了好多关于 最后在上帝面前大审判的事情 一方面是要门徒和跟随他的人要谨慎 不要因为等候的时间不确定 就让自己生活随便了 而忘记了上帝的恩典 甚至失去了信心 另外一方面也要他们积极地去善用恩典 把握光阴去做该做的事情 这当然是怕在接下来的危机当中 还有对将来我们要碰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勇敢地继续坚持对上帝的信心 上一次我们就提了 那十个少女们提灯等新郎的事情 到了紧要的关头 那些没有灯游的 也希望有的这些人可以分给他们一点 这样似乎是还不错的提议 结果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这些特别被挑选来迎接新郎的十个少女 听到新郎来了 就赶紧起来把灭掉的灯重新点着 只是原本的灯油都快烧光了 所以那些没有特别多准备一些油的 只好跟那些有预备油的少女来询问 请他们分一点油给他们 但是有预备灯油的少女 看看自己所预备的灯油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告诉他们能够带的这些油 是不够他们分着一起用的 如果分了 到时候新郎来了 也不够送他回到新宅子里面去 最后这些没有油的少女 只好赶紧去油铺买油 听起来这些聪明的少女有一点自私 都已经预备那么多了 就分人家一点不就好了吗 可是小朋友也可以想想 有一些有预备油的也没有说错 如果分了油到最后 却没有达成他们为新郎照亮路程的工作 来迎接他回去 那这一趟不就白跑了吗 所以只好让这些没有油的 赶紧去买一点油回来 剩下的五个就继续等着新郎到了 好迎接他回去 或者可以半途的时候 趁新郎还没有回到他们的家里面 让去买油的五个人可以跟上来也就好了 但这还真是没有办法 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少女赶紧跑去附近的油铺去买油 没有想到这个新郎很会挑时间 虽然迟到了 但是就挑在那几个人去买油的时候跑来了 这里前脚出 那里后脚就近了 所以这五个聪明有预备的少女 就只能赶紧迎接着新郎回到新宅子里面 一进去里面 就看到五个少女伴着新郎来了 他们就一起欢迎他们进来 开始了宴席 这时候就把大门给关了起来 原本的五个去买油的少女赶回来了 看到大门关上了 就请人给他们开门 这时里面却传来了新郎的回复 你们是谁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讲到这里 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说 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持警醒 因为你们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 那个时刻会在什么时候来到 当然这确实吓人 在好不容易被挑选出来迎接新郎的少女 却忘记要让自己的灯保持亮光 结果最后错失了这个迎接新郎的美好机会 而且还被当作是不认识呢 对我们也是个好提醒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这样才能不错失自己的重要时刻呢 耶稣确实用十个少女等新郎的比喻 让我们明白这个预备的重要性 可是下凡哥哥就有两个问题冒出来了 一个是 为什么他们不能分一点油给这些没油的少女们呢 大家一起去接不是很好吗 还有 要不就别去买油了 就一起等新郎来到 大家跟着一块回去就好了吗 第一个问题是比较简单 因为油真的不够 就像前面讲的 如果分给了他们 最后可能会大家都没有办法等到新郎 那个灯就灭了 所以还是不能分的 可是就算少五盏灯可以吗 那些人跟得回去就好了吗 乍听之下也可行 可是不要忘了这些灯 这些少女们被挑选出来的意义 还有他们的任务已经都砸掉了 真是回到新郎预备的宴席当中 他们也只剩下被耻笑的机会 所以他们也不能干等 得把这个重要的任务 预备的油给准备好 才能点着灯进到新宅子去 只是这一切都完了 但难道这些油真的那么难买吗 那那些预备好的人 又怎么会想到要预备呢 如果新郎就是耶稣 我们是要迎接他来到的那些少女 我们拿着的这盏灯 该怎么样才会有足够的油呢 哇 问题很多哦 我们该怎么办呢 耶稣知道很难一下子 把一切事情都说得清楚 所以他继续地来提醒他们 他说 在人子做工的时候 所有的天使都会跟他一起来到 那个时候他坐在宝座上 将天下百姓分成两群 像是把混杂的羊群分成两堆一样 不要让他们再混在一起 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耶稣说 这样分成两群的羊 是做什么用途呢 耶稣说 他会再次地以至高的君王的身份来到 然后对右边的绵羊说 他们是受到天父特别的祝福 快去到王的那里 享受上帝从创世以来 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好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这群绵羊 可以得到这样的奖励呢 他们又象征了怎么样的人呢 耶稣就说 这些蒙受上帝赐福的 正是因为 当我饥饿的时候 你们就给我吃 我口渴了 你们就给我水喝 当我流浪在异乡 你们收留我 让我住下 在我赤身露体 受寒 挨动的时候 你们拿衣服给我穿 我生了病 你们就来照顾我 我坐牢的时候 你们还来探望我 哇 这样讲起来 这些人真的很好耶 看到耶稣有这些需要 就去帮助他 小朋友 你看到耶稣这样辛苦的时候 我知道你也一定会这样去做的 对吧 只是这群绵羊 在上帝眼中的好人 他们却听了之后 摇了摇头 那时候 这些被比喻为绵羊的好人 摇了摇头 疑惑地回问王说 我的主人啊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 给你吃 知道你渴了 又给你喝 甚至去收留你 或者贪望照顾你呢 耶稣听了这些好人的疑问 就环顾了一下身边的门徒 继续地说 我郑重地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是为着这些人当中 最微小的一个 去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为我做 就像是坐在我身上一样 原来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那些好人之所以是好人 是他们愿意为耶稣去关心身边那些正在困苦当中的人 甚至那些都是大家认为不重要的人 或者没有势力地位的人 愿意给他们吃喝和各样的照顾 就是为耶稣去做的 自然那些被分在另外一边的山羊 就是指那些没有去做的了 当然他们也很疑惑 因为他们也很尽心地跟随耶稣啊 凡是以上帝的话为优先呢 但是耶稣就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们该去照顾的 没有去照顾 那些看来敬虔的事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是不是真的 就是为耶稣 为上帝而做呢 到最后可能只是为了 荣耀自己罢了 小朋友 耶稣提醒这些门徒和跟随他的人 要跟随的是耶稣的心意 不是建立很多的仪式 来拒解那些需要的人 这些预备的游就是这样的良善的行为 要我们随时留意身边的需要 那就是为耶稣做的 也就是那一份美好的灯游哦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再次欢迎大家 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 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 爱相爱相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你你你 爱相爱相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相爱相爱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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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